接下来我们有请 本回合第二位选手 11以及铸票上台 金玥 12月 我们 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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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出 谢谢Eleven 请现场有投票权的151位评审做出选择 如果你喜欢Eleven的表现的话 请把你手中的黄色毛巾投向舞台 3 2 1 请投票 好 有请工作人机票 我这一轮想先从千玺队长开始问起 你回家的时候可以自己看一下回放 在舞蹈结束之前 你的嘴没有合上过 因为里面有我以前学舞的老师 然后以前我们那个队里面的队长 然后哥哥都在里面 对 然后看了就很亲切 然后而且小时候我也上过Eleven的课 对 那时候 对 你应该不记得 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吗 对 我当时很小 12 3岁吧 然后反正就很多人那个教室里面 我也喜欢站到角落去 对 反正他应该不会记得我 对 而且还有一个点 我是觉得好像每一次 谭庚哥这边出的这种Urban作品里面 他的主题好像都挺大的 对 这一次从人性出发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每一次选择的都还挺厉害的 对 谢谢 谭庚哥队长 他确实挺 给我挺惊讶的一个惊喜 他们用了这个七个不同的舞蹈风格 他表现了这个怒 食 贪 蓝色等等 我觉得这代表给我挺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真的 特别好 特别好 罗志祥队长 刚刚的那个表演的层次是非常的清楚 然后很鲜明 我也很喜欢 然后看到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在那个状态内是非常酷的 谢谢 吴建豪队长 看到Eleven的时候 其实第一次被他惊喜的时候是你在battle的环节 那时候看到你battle的时候就特别想要看你自己的舞蹈 然后今天看到的时候 无话可说就是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接下来想问一下Eleven就从头到尾排下来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其实压力挺大的 因为没想到可以走到这一步 对 然后这个主题它对我来说也是我一个人生挑战跟功课 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七种不一样的东西 让自己遗憾后悔 但是我觉得后悔是没用的 更重要的是你要去面对过去的那个自己 让未来的自己更好 说得真好 说得真好 其实在这一次的帮跳的成员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生意 王晨逸 来 作为代表 然后给Eleven加下游好吗 好 大家好 我是王晨逸 然后我一直是这阶的中视粉丝 每一期我都会看 然后呢 这次也是石一哥帮我完成了梦想让我参与了进来 然后非常感谢石一哥 作品完成这样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没有遗憾了 我觉得我们这次挺炸的 对吧 然后有一点私心啊 就是想借这个舞台 有这么一句话想告诉大家 就是我从来都为我当舞者的这个身份感到骄傲 没有觉得什么 对 很骄傲 很自豪 谢谢陈毅 也感谢所有帮跳的成员 我们请Eleven到我们现场的观战区 这次非常感谢小龙能够回归舞台 为我出谋划策 那必须的 我们一起留个今年合唱颖吧 好 来 好 OK 各位 今天想要时间 让我们欢迎到的是 本轮第三位选手 子豪和他的助跳上台 真是 酱 agriculture 我们要时间 一边 started 面对 不要 i know you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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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请工作人机票 我们先请罗翔老师来点评一下刚刚子豪的表现 我觉得今天他可以走到这里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有点不太熟悉或者是什么他其实立了很多的大功 那尤其是在我们修楼梯里面他算是蛮全能的一个舞者他能跳Locking他以前又是B-boy选手念了几年的B-boy 七年 然后后来就转成跳Locking所以在他身上其实可以帮助了这个修楼梯整个团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配合 所以他在修楼梯里面的角色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看到他今天表现可以以Locking的整个的舞种来呈现出他这一次的作品很棒 好 很开心 谢谢 接下来千玺队长 整体作品看起来就是非常干净非常起义 对 而且我以前也是听我的队员说过说子豪以前做B-boy的 所以跳Locking起舞坐着坐着然后突然一个翻 然后突然又一个翻 就觉得 会给人惊喜 B-boy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B-boy突然的意思 对 对 明白 我的B-boy 对 很惊喜 谢谢 吴建豪老师 只好 我只想问你 你腰背都没事 没事 对 现在已经没事了 好的 我每次看你翻的时候我就替你担心 你曾经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然后就受伤 所以看到你这样子 而且又翻了三次 连续三次 连续三次 我怎么都不知道 因为你没再专心看了 没关系 你以前是他那边的 对 对 对 又是一笔旧账 对 没关系 太故意了 这就是街舞嘛 对对对 你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 好的选手 他可以有权利去每个地方 没有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的地方了 对啊 跳得很棒 谢谢 谢谢吴建豪老师 子豪刚刚听到老师们这个美誉之后 应该觉得辛苦都值得了 首先就像我的队长说的一样 可能我走到现在 其实还是有太多的人不认识我 所以我是很荣幸能够站在 这届二的总决赛舞台 然后 好不容易 今天 我能够跳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对 所以 我这一次的作品 我就想表达我自己 我就想表达我喜欢的东西 所以